这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的车 那个是波兰的车 开车也就一天吧 波兰 这个是哪里 然后是保加利亚的车 布格里 BG BG是布格里亚的车型 BG也是塞尔维亚的车型 但是欧盟叫做塞尔维亚的车型 现在都经用了 以前拍电影就在这边拍 这里不收盟票 但你坐火车就得收票 我要坐火车 等我买名票给你 从一百多年就开始建 塞尔维亚是世界上最老的 在运行的小轨道火车 它是刚好利用一个八字型给绕过去 就是有点像我们北京阎天佑那种 但是比它还要久 其实那时候塞尔维亚的文明跟科学 是比较靠先进的 在欧洲也先进的 你看一百多年前 就是当时的地形地貌你看 你看 然后这些建筑 那时候施工 通过这种 我们是一人字型嘛 然后他们是通过一个八字型 绕上去 哦 哦 当时 当时开业 当时 施主于比较发达 它整个场景 是世界上唯一在运行的小轨道火车 要两个多小时到三个小时 有走一圈的话 就是围绕着沃多城所在的这个山 没有 以前是波黑那边的 哦 从山这里呢 包括你们这也走出来 这一八字型 你看这里 这也绕上 八字火车 以前它的目的地是从塞尾亚到波黑 对对对 那这里我要重点剪一下 呃 这边 是 当地的一些 民人 跟游击队 包括宗教 这是 2000多年年出土的一些银币跟金币 然后 这些是当时 打游击战 跟做起来的一些英雄 那 重点要说 要这个 这个是五百年前有个 神 神功吧 就是神皇的神功算命的 当时就写了 他说 在五百年以后 未来 远来自前大的 东方 黄皮肤的人 会到莫拉底河 来喝水 就是这个人预言的 他预言了很多 五百年前 很多预言成为现实 这个人雕现 有机会 我们到时候去他那个村落 是从黑山过来的时候拍一下 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他预言了 在未来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2000年以后 有中国 不是 不一定中国人 可能是黄皮肤 黄皮肤 东方 且大国的人 过来到这边喝水 他多久前预言的 五百年前 五百年前 那个时候版图还不知道怎么花 那是有一些神秘的东西你知道 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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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去坐小火车吧 那就是小火车 那我们现在要去售票处 看一下有没有票 因为这里票 比较紧张 一天几班 一天 现在以前是三班 我不知道多少班 一天 一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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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个币 是怎么转引门的 转门 转门上里都有 一天是三次 然后一个人是九百年 然后一个人是九百年 六岁以下是不用钱的 六岁到十四岁 是半价 第一趟车是十一点 不 十点半 然后第二班车是一点半 然后整个行程是两个 两个半小时 几十公里 他说 起点终点在哪里 都在这里 他们专门做了中国的海报 然后是八号小火车 然后 宣传测 专门宣传测 可能是用谷歌翻译吧 那这里就有说那个预言家 就预言到这个几十个世纪 但他没有写那个 关于黄皮肤的那事情 莫拉克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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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时间没赶上 那我们有个很好的办法 因为这些都是古董级的火车 我们上去拍一些照片吧 OK 那今天就不做了 今天我们时间没赶上 已经开出一个小时 再等的话就等不上了 那个米诺区是不是有特殊的椅子 米诺区是什么椅子 咖啡厅餐厅 你看到夏天他们会做很多花的 然后在旁边 除了木桶子银 周边也有很多民宿可以住 嗯 但我觉得住木桶城的话 体验会更舒服 更会了解 因为在夜晚看不一样 嗯 但有些朋友如果喜欢民宿 在附近民宿很多 这上面也是一些民宿 都可以住 因为昨天那个河宗小屋主任就叫米诺区 嗯 就跨泉水 出大水 米诺区是个大名 大姓 大姓 到了夏天万季的时候 这边就用这个烧的 这是蒙整个锅 紫砂锅 然后他们牛腩啊什么 放在里面蒙烧 炖锅 蒙烧 然后放炭三四个小时 蒙牛腩到时候回贝城的话 有价很好吃 嗯 你看这个蒙 这是陶瓷的 就吃晒 我要吃肉是真的水平高的 嗯 行我们看一下那美女在干嘛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百年老火车的里面 其实是很窄的 然后有这样两排的位置 这些部分全部都是木头的车厢的车体 然后椅子都是木头 仓库也是木头的 然后你看这个当时还是皮的 就是它打开 不知道还能不能打开 我也不敢用力了 是是 然后用皮的这样子打开 和我们国家的铁皮火车的感觉还是不大一样 这上面还有一个这样有点像轮船 你看这个表面 有点像轮船 开天船 是啊 透光 嗯 这拳头 这透光已经很好 这个还是皮的 还有味道 就站在这里吗 陈伟我说过的话 你怎么又说了一遍 什么 我刚才才说的这个是皮的 我没听到 好 好 好 那你来开车了 开车吧 好喝吗 好喝吗 来 当地人也会拿矿泉水壶到这里来打这个水 有点像我们到那个乡间去打泉水那种感觉 好了吗 好想喝 好了吗 好了 我们走吧 这边卖冰鲜贴的 它的价格 让我惊讶了 为什么 这种冰鲜贴 虽然说全世界都是中国产 但它的价格卖得很年薪 才卖一百地纳 一百地纳 一百地纳也就七 七块八块人民币 七块 七块是真的便宜 嗯 你看它的木头城啊什么 我建议你们买几个 因为在贝尔格都至少两百五三百地纳 对吗 这买这么便宜啊 够便宜 是啊 对 对 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 你要过来看 我要一个 你要哪个 我都觉得 我真的要看 我让哪个 啊 稍等 啊 你说 啊 非常优秀的 酒 酒 就白朗地 水果白朗地 那基本上也不用我介绍了 嗯 全部图片上都有 就是他自己做的 要不 多长时间 多少岁 这是 多长时间 这是 多长时间 中国也有的 这个有限苹果 但不是苹果 这是中文学名叫木里 试试 好吧 我不敢喝 陈伟 喝酒 轮到你了 喝一口 可以啊 这什么味道 猴子 猴子 这是猴子 这是什么呀 看不出来啊 木猴 好香 是很香 是很香 肚子高吗 45度 嗯 有点高 这个300 那时候呢 71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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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300 700 1100 确实很香 开瓶水果味非常重 马克杯 三个欧元的那个杯子 三个欧元 二十来块也不上去 他们整体便便宜 这儿伴的都是便宜 就是在景区他们都还没有那种乱戴 他这个套随便可以摆吗 应该申请的 他一直在这里买 嗯 他我刚才问过了他一直在这里 如果是一直在这里肯定是申请过的 嗯 就是去政府交一点钱 正规了 还没有别人在买啊 去政府交一点钱就可以了 就他一户子 嗯 嗯 嗯 冰箱贴是全世界最大的周边 就每个国家都会做冰箱 嗯 但是有很多冰箱贴做的就是 不是每个国家 每个地方都做得很好 我觉得他这个图案算是我看到的 有些地方当中特色漂亮的 有东西特色的 对 而且它颜色量实都很丰富 嗯 现在它用的材质是很普通的这种纸板的材质 嗯 但是它的这个设计是感觉很好的 就是会你看到的时候想买 嗯 对 这都是设计过的 什么家 跟大家隆重介绍冰箱贴杀手 我们家全世界各地买的冰箱贴 你喜欢哪一个 都被他弄破了 这边家 他选好了 你选好的给爸爸看 他选的小火车 他有一种直点江山的感觉 你不觉得 他就是选个冰箱贴而已 好了 选好了吗 嗯 这是你选好的 他选的一个公鸡 今天妈妈是不是有跟你说过 外国人他们公鸡是他们很喜欢的一个物品 所以他们有很多设计都是围绕公鸡的 然后这是两个小人的栅栏 这是这个小火车 嗯 你喜欢这三个吗 对 好的